第五题请问实验1与实验2何者遵守质量守恒定律 质量守恒定律称为定律应该就是都遵守 虽然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是x等于y一个是x大于y 那是我们第二个实验当中有气体跑掉的关系 老师上课的时候强调如果要质量守恒反应前总质量 等于反应后总质量就必须要把所有质量都算进去 它才会在数字上是相等的 所以事实上是两个都遵守质量守恒定律 第五题问我们说请问实验1与实验2何者遵守质量守恒定律 我们答案选的是A都遵守